Hello,大家好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健康美食黑芝麻糕 黑芝麻含有大量人体必须的氨基酸、蛋白质和各种维生素营养丰富 具有滋补肝肾、无法养颜、日常通编、健脑医治的功效 黑芝麻糕就是把芝麻融入到糕点里面 让糕点带着浓郁的芝麻香、软糯香甜、营养美味 如果你喜欢我们一起来做吧 让健康美食点缀你的生活 首先把黑芝麻炒熟 然后打成芝麻糊 尽量多打几倍 打成比较细腻的芝麻糊酱 加入75克的马蹄粉和20克的粘米粉 再加入150毫升的水 搅拌成5克的重体 过滤两次 现在开始煮芝麻糊姜 首先把芝麻糊倒进锅里 再加入100克的冰糖 如果喜欢吃甜的可以多加 把冰糖煮融化 加入一根芝麻油 做黑芝麻糕跟做马蹄糕的方法差不多 冰糖融化以后 我们先搅拌刚才开的马蹄粉浆 倒入一勺的马蹄粉浆 倒锅里面煮熟 趁热 趁热把煮好的芝麻糊姜 倒入马蹄糊姜里面搅拌均匀 这样就避免水粉分离了 如果我们先搅拌均匀 去到马蹄糊里面煮熟 我们先搅拌均匀 去到马蹄糊里面煮熟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关火 蒸的时候应该在上面盖一个盖子 防止蒸油水 我刚才拍视频的时候忘记拍了 现在用牙签来检查它熟不熟 不粘粉了就熟 把它晾凉以后放到冰箱里面放一个晚上 不是放树冬那边 第二天拿出来脱模 切成小块就可以吃了 黑芝麻糕就做好了 入口直发满口 芝麻香软糯香甜 一股浓香一缕温暖 为家人奉献手艺是不是值得啊 喜欢的朋友 赶快动手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订阅和点赞哦 没有订阅的朋友 赶快订阅我 支持我 感谢你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